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,我是Tiffany 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分享我们的影片了 原因就是我和我先生都感染了新冠 在这段时间因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休息 希望尽快调理好的身体 而我和我先生好了之后 又要面对新冠带来的一些后遗症 其中一样就很明显容易弃喘 而我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材料简单的 保肺气的汤水 就是太子心核桃栗子汤 我们现在先看看材料的份量 今天的材料有太子心 就是太子心 核桃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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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材桃栗 干淮山 粟米 红萝卜 蜜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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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瘦肉 首先将太子芯干淮山洗净 然后加入清水15分钟 栗子洗净后可以备用 核桃洗净后可以备用 蜜棗洗净后可以备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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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蜜棗洗净后 moins备用 蜜棗洗净后一会备用 蜜棗剪汤早看掉 因为苹棗去皮 then 就没有了原本的营养 瘦肉先洗净 稍后会飞水 红萝卜先洗净 红萝卜先洗净 现在把头和尾切走不要 然后再切件 粟米刚才已经洗净 现在我用刀角位切件 鱿鱼 瘦肉凉水 落飞水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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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鱿鱼 鱼 黑の黄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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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瘦肉飞完水后,用清水冲净净,然后备用 如果所有材料都准备好的话,就可以将全部材料放入汤煲里面 然后加入清水 最后盖锅煲2小时,因为我这个电子汤煲,如果大家用明火煲汤的话 记得先用大火煲10分钟,然后转小火煲2小时就可以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太子心核桃栗子汤就已经煲好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道每一款材料的功效的话 再看这条影片下面的资讯就能看到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like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星期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倔